聽說你去調閱跟情信台商 一起回國的乘客名單 這怎麼回事 因為醫調員跟我說 還有另外一名台商 跟他一起回國 這不關你的事 目前SARS還沒有列入 第四類法定傳染病 沒有法源依據 人家根本不需要理你 你知道嗎 萬一那名台商也染疫的話 SARS很有可能就這樣進入社區 進入社區 也不是我們台北市的責任 是中央的儘管沒有做好 羅科長 做你該做的不該做的 不要一頭熱 這個背後你 懂嗎 懂 我知道 那我回去了 等一下 你去衛生署代替我開會 我 對 你 因為我要處理這個 拜你所示的新聞 站在幹嘛 去去 主婦 主任 各位學長姐 大家早 我們今天要報告的 第一個病人 五十五歲男性 劉先生 他的 Differential Diagnosis 有兩個 一個是 風污性組織炎 引起的敗血症 造成發燒 第二個是 呼吸道感染 兩者的表現出 咳嗽的症狀 X光片 這裡明顯有看得出 單側肺靜瑞 等一下 對不起 這感覺好像感染 SARS 你確定 對啊 那個 我前一陣子看的那個 情信台商的X光片 就是這樣子啊 等一下 這X光片是這樣看的嗎 是有步驟的啊 你要左右比較一下 是Lobar還是Alveola pneumonia 有很多Differential的啊 你說是SARS 這個人有旅遊史嗎 應該沒有 因為他是龍山寺附近的遊民 所以 龍山寺附近那麼出入複雜 有沒有可能遇到一些 偷渡客啊 外勞之類的 我也覺得應該要審慎處理 畢竟在亞洲 香港已經淪陷 越南的狀況也不太好 我想我們不應該輕忽 你現在病人怎麼處理的 在急診室觀察中 還在急診室啊 主任 你們感染科 怎麼這樣處理事情 好啦 我們馬上去急診室會診 謝謝 學姐 對不起 學姐 那個龍山要跑了 誰跑了啊 那個 劉先生 你們怎麼會讓病人跑掉呢 你這樣報告還要做嗎 什麼 莫名其妙 上會啦 許豪銘 陳玉美 你們留下來 陳玉美 你很資深是不是 你到底懂得懂什麼叫做倫理啊 上面的話不聽 就只要出風頭 你收留那些游泥幹嘛 那麼好心 去當志工算了 當什麼醫生啊 我警告你 要是再這樣子不聽話 繼續亂來 你就準備當一輩子的住院醫生 前面 講話就講話口嘴一直噴 好 署長好 你是 我是台北市衛生局三哥羅斯凱 代替我們許淑花局長來參加開會 不然你現在台北市是你想什麼 你的許淑花到底是你想什麼 這種會議 台北市市長不來就算了 你們局長也不來 那你在什麼 小課長來參加 所以現在中央所辦的會議 你們台北市都不來參加就對了 整天在那裡作秀 敢去放話 市長心累了 心累 你們把可能染疫的醫療員資料 放給媒體的時候有受過人的感受嗎 還有 你們有沒有替那個博愛醫院 所有醫護人員 跟病患著想嗎 這實在是 現在工作紀律都沒有 整天在讓人選 我就怕 嗨 大家好 我是武統憲 是乃哥 我是許乃琳 我是台灣上司的歐巴桑 我是蔡康永 哈囉 大家好 我是小S 我們是號角相機 哈囉 大家好 我是米亞倫 祝福三地新聞網 十周年生日快樂 在這邊要祝三地新聞網 十周年生日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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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周年生日快樂 祝三地新聞網 十周年生日快樂 十周年生日快樂 祝三地新聞網 十周年生日快樂 祝三地新聞網 十周年生日快樂 鎖定我們娛樂新聞APP 更多的憲哥就在這裡